大家好,欢迎来到谈股论经 在这里,我会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判断形式、推荐个股 尽量直接给出结论,做到不莫领两可 如果觉得还有所收获,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谢谢 美国的就市总规模将达到6万亿美元 其中包括财政救助的2万亿美元和美联储贷款担保的4万亿美元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表示,他们将总计支出于5万亿美元 救助规模层层加码 能让美股反弹的是无限量供应美元和几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 但这种好消息不可能天天有 但是疫情数据却在每天更新 所以,美联储现在推出的政策无助于任何基本面的改善 股市暴跌,其实是对经济预期的提前反应 而流动性问题其实只是疫情影响经济的一个并发症之一 现在只能说通过印钱把这个并发症控制住了 但是病根压根就没有解决 而且还在迅速的恶化当中 一旦开启全民隔离,停工停产 美国市场的预期必然再度恶化 为什么看空美股也必须进行配置 因为如果看空的判断即使是对了 时间上也是不好确定 更何况,看空的判断很多时候是错的 投资里头价格高于价值的时候是常试 虽然这个时候有泡沫 但我们也要参与市场与泡沫共语 这是投资里头的基本逻辑 所以建议把配置比例压低 这样就算是以后看错了 对结果的影响也不会特别大 同样,如果趋势还在延续的话 你也同样能挣到少量的在这个趋势中的收益 这是一个投资上的平衡 危机之下,现金为王 以下公司风险最低,值得优先考虑 现在,除了巴菲特旗下 博克希尔哈萨维公司以外 手头最多现金的公司大多为科技巨头 排力如下 排名第一的企业便是微软 手握1366亿美元现金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1212亿美元的储备位列第二 苹果的现金储备也在1000亿美元以上 Facebook的现金储备则在523亿美元 亚马逊的现金储备则在437亿美元 仅以苹果为例 在当前的环境下 即便其销售完全枯竭 其现金储备也足以支撑公司近4年的研发和资本支出 就这5家公司中 我个人比较偏好 苹果 谷歌 和Facebook 在牛市期间 投资者对苹果 巴菲特大规模囤积现金有着不少的怨言 但在当前的熊市 庞大的现金储备 反而成为了一道可靠的屏障 这也是为什么投资者和对冲基金压住科技股 将最先从大盘暴跌中恢复过来 危机之下 公共事业公司是低风险的投资 尽管过去几年 科技股一直主导着股票市场 但有一些行业能够在市场低迷期间提供安全且稳定的回报 公共事业股正好符合这个要求 去年 公共事业股表现仅次于科技股 向消费者供应水 电力 天然气的公用事业公司是低风险的投资 不像其他行业被疫情影响的需求 这里我推荐美国电力公司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市场的崩溃 电信板块的吸引力再度显现 在疫情期间 他们能为数百万的企业员工提供在家办公所系的无线服务和连接 这里我推荐无线服务提供商Verizon 不过 现在公共事业股已经快速反弹 如果接下来市场的普遍性下挫延续 未来几周该板块或提供更加的入场点 另外 在第八期节目中提到过 这次的两万亿美元 主要受益的企业或行业有 1.航空公司 2.飞机制造波音公司 3.医疗健康行业 这几家都得到了巨额的拨款 所以 尽管存在股价下行的巨大压力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最后是我一直看好的华特迪士尼公司 随着迪士尼的股价下跌 抹去了过去一五年的涨幅 现在它的估值已经不高 正是值得买入的时候 无论其串流媒体业务 还是收购策略都值得赞赏 现在一定要避开杠杆 如果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 比预期的更长和更持久 杠杆不只是放大盈利和亏损那么简单 它造成的波幅扩大 会严重干扰你的交易心态 几十年来的股市经验告诉我们 疫情终将也将过去 经验表明 对于长期投资者而言 最明智的选择是坚持到底 并为随着市场剧烈动荡 而可能出现的机遇 做好准备 总结一下 现在适当的分批次的建仓 为未来的机会做准备 至于如何判断股市 到了真正的底部 请参考第六期视频 请参考第六期视频